12月州选投票日倒数5天 沙州首长丹斯利阿特南 今天则是继续在竞选激烈的 美里华裔选区吹票 他虽然因为发烧身体不适 但晚间依然坚持前往 美里著名的独钟 连绿中学出席晚宴 他更当场宣布 拨款200万令吉给这所独钟 用行动证明他支持华教的决心 宣布这项大礼时 阿德南强调这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将陆续有来 不过他重申 他绝对只要再担任首长五年 之后他就会回家照顾 年老的妻子韩依弄孙 因此希望选民给他五年的时间